余总这是什么意思呀 请我过来看猴戏吗 余千 声音未落 余千凡最后一击挥杆 球杆重重地砸在米勒脸上 米勒被砸得往一旁倒去 脸上传来剧烈痛感 力道还是小了 余千凡慢悠悠转身 米勒 没看见你 抱歉了呀 余千凡说得漫不经心 一瞬间就将米勒心底 压了很久的火气 给撩拨起来 就在米勒完全站起来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羞的一声破风声 余千凡 接球 力竟狠狠将手上篮球 重重砸了出去 正好砸在米勒后脑勺上 抱歉啊米勒先生 刚才表演了一番 手出汗了 球滑了 你还好吗 米勒眼前一阵阵发黑 也不知道是被打的 还是被气的 你们 你们两个真是好样的 药费 我肯定会赔偿的 就是不知道 米勒先生突然来找我们 有什么事情呢 你和余千凡是不是去我家了 米勒先生 怕不是被打糊涂了 还是没睡醒啊 我们为什么要去你家呀 如果不是你们还能有谁 是我小看两位的无耻程度了呀 余千凡将球杆丢给旁边球筒 动作挥动幅度有些大 米勒习惯性地闪躲了一下 怕什么 余总这可就说得不负责任了 刚才才用这球杆伤了我 如今还问我怕什么 如果余总真的不明白的话 说不定需要和我的律师团聊一下了 律师团 我哪比得上米勒先生有底气啊 毕竟你可是沾染了数条人命 也还能安稳地睡觉吃饭的人 余总啊 说这话可是要拿出证据的 有没有证据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若是你的大傻江青 有没有证据就不重要了 余总的意思是 余总你现在带着一个女人在度假区 还能毁了我的集团 谁说余家集团 只有余千凡一个人了 米勒 我们可不是孤军奋战 米勒一开始没有明白 丽锦的意思 但下一刻 面色一寒 什么话都没说 直接对着外面走了过去 他要走 余千凡也不拦他 这要扣下他做出点什么事情 为了米勒一人 把自己两人都搭上 他不配 应该砸得再狠一些的 我也觉得 脸痛脑袋痛算什么 等会儿 他的心要更痛 不只是米勒留在了M国 丽锦和余千凡也没有急着回去 和上次在这里的时候不一样 如今余家在M国根基已稳 又是带足了人有备而来 也不怕米勒作妖 更何况 他现在也没空作妖 米勒是对新项目的事情 忙得焦头烂额 而丽锦和余千凡心态轻松地享受难得的假期 就这样 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后 关于余千凡和萨拉合作的消息 就大面积报道出来了 请不吝点�ック 感谢观看